郭艾伦的三分 好球啊 投进了 郭艾伦 这一路走来 其实在今年球赛当中 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但是 篮球运动员就是在场上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郭艾伦啊 整个职业收尼啊都备受争议 但是他其实有很强的抗压性 这个赛 赵金伟 刘志轩 同明晨 这场比赛 总决赛第二场比赛正式开始 上来的第一球来自郭艾伦连线韩德军 郭艾伦每次给韩德军那种空中接力 这也是辽队内所有球员最舒服的 没错 没有 到第一脚 赵金伦这球没投 好球 郭艾伦 郭艾伦 郭艾伦这个球非常的冷静 郭艾伦是美来先防 大范围的转移 这球应该是没穿好 但是任俊飞也没拿好 转换 郭艾伦上 好球 再打气 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入到战斗状态 感觉还是有点紧张啊 这个面对只有一 这个有一场比赛 就能够拿下比赛的时候 梅奥 梅奥的三分 全场紧逼 将有郭艾伦往内线走 这个球又造成了任俊飞的犯规 个人第三次 任俊飞个人第三犯 郭艾伦今天侵略 看郭艾伦的两次罚球 郭艾伦两罚全中 17比12 郭艾伦 好球啊 这完全是郭艾伦的个人能力 没错 没有进中 韩德军保护下篮板 郭艾伦起诉 郭艾伦真漂亮 郭艾伦真快 郭艾伦 一步过掉威姆斯 再面对曾凡日的防守 这个球选择一个拉杆 脚踩风火轮 郭艾伦两分打进 40分 又这下 要注意 哎呦 阿日还在 躺在对方的半场 没有起来 这个球要暂停一下了 是犯规吗 哎呦 郭艾伦又完成了一次抢断 转换 郭艾伦自己来一票 两分再打进 郭艾伦在反击快攻当中的终结能力啊 真是国内顶级的 在上的情况下 还是把球打进 雷姆斯的转换 没有打成 打韩剩下篮板 有没有再追一个的可能性 郭艾伦的追身三分球 再来逃进 哎呦 漂亮 啊 广东队也没有请求斩停 是 56比59 追回来之后手一个联防 控制得不错啊 徐杰 郭艾伦是一个遭难度的集挺两分 哎 刘彦宇这个掩护做得不错啊 M4和阿联 一脚打了一个挡拆 被断掉 郭艾伦的反击 回头看一眼 自己来 好球 2分打进 10分的分差 今天的郭艾伦绝对是身先士卒啊 又断球了郭艾伦 再打一个 拉断球 郭艾伦的3分 好球 投进了 郭艾伦 郭艾伦5分了 这一路走来 其实在今年球赛当中 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但是 篮球运动员 就是在场上用自己的表现来证明自己 郭艾伦啊 整个职业收纳都备受争议 但是他其实有很强的抗压性 这个赛季呢 这个是 他 是 不 他 这一路走 他 漂亮的换手 郭艾伦招牌式的左手上篮 来看郭艾伦继续是面对乔远祖出球 重新手抵手再找郭艾伦 穿过来 赵继维通位的三分球 漂亮 关键的三分球啊 赵继维 45秒的三分球 辽宁领先到四分 传的好 看会有没有终结比赛的机会 10点球秒的时间 一个line 一字排开 威姆斯曾经面对北京时过 有过绝评的表现 赵瑞停球了 还是要找威姆斯 看打开 威姆斯自己投 没有逃进 辽宁队的绝地反击 115比113 辽宁队死里逃生 完成了终极逆传 辽宁队这场球打得太棒了 他们将总比分翻成了1比1 在第四节郭艾伦的连续得分 这段时间的十分可以说是价值连成 帮助辽宁队续命 而在一段时间 不管是韩德军 还是高志颜 还是毛华东 这几名球员 都有着上加的表现 而在网络端我们可以记住的是谁呢 是赵基伟的连续抢断 没错 那段时间 辽宁队依然是那个第四节惹不起的辽宁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看到了郭艾伦的笑容 今天一整场比赛 郭艾伦都神情严肃 2 2 2